大家早来到戴老师说天气的时间了 在昨天的时候呢 台北的最高温可是达到了34.7度 也是全台湾温度最高的地方 不过昨天的午后震雨的状况 在中南部地区来说呢 只有在高雄到屏东有些零星的午后震雨 其他地方都没有下雨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卫星云图了 从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云层的发展 北方有道微弱的封面带 那在正在逐渐的往东的方向移动 台湾的南边的部分 就西南方这边呢 有一些水气的发展 今天呢 有些水气开始往北走 所以呢 在南部地区呢 时尔有一点零星的短暂雨出现 所以呢 今天白天如果在恒春半岛 在台东地区跟高雄地区的朋友 你外出背一下雨具 因为会下一点点零星的震雨状况 不过说到这雨啊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 就外海有一些零星的小水气 会逐渐的进来 当这个水气进入的时候 时尔就是云层量多 好处是高温降 那去再来呢 就是有些零星的震雨的状况 容易会在恒春半岛 还有包含了高雄 还有台南可能会出现 还有一个台东地区也有 最主要就是受到了一些 南方的水气影响 不过这个水气的影响 时间并不久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说呢 只有在今天到明天 是有些影响 到了礼拜二以后开始呢 水气量又减少了 那我们来看什么 我们来看看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 先来注意到 在今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南边有低压带 另外北方有封面 开表封面已经逐渐 东移到韩国日本咯 所以呢 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的是 天气形态来说 随着整个高压系统的势力来说 北方的高压是弱的 那但是我们早晚 天气状况来说是舒适 白天的温度是比较偏热的 那再来就到了星期二 星期二有封面云带要出现咯 星期三封面再度明显 星期四封面开始南下 星期五的时候封面从台湾北方海面通过 星期六一点点微弱的东北风进来 诶注意哦 下个礼拜六有点微弱的东北风了 所以可以注意到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在这个礼拜来说呢 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 所以呢 当然来看一下 未来的这个礼拜的天气系统的变化了 先来看看每天的天气状况啊 我们北部以台北车站来看 在今天有点午后震雨 到了明天以后开始呢 午后震雨都偏少 几乎没有哦 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有一点点五号震雨 来注意啊 礼拜六有一点点的偏东北风进来 所以北部的温度感受上来说呢 会舒服咯 有点凉咯 因为最主要弱的东北风会影响到了 但到了中部地区呢 可以看到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都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 只有零星的降雨状况 在山区的部分有机会 而南部的朋友呢 在今天的时候出门去背一下雨 有一点点降雨 雨的部分不会太多 偏向于中午以后的午后震雨 山区明显 而到了星期一星期二 你可以看到雨的部分只有午后震雨了 再来天气好 那今天晚上有一点降雨啊 再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都是属于稳定的天气 零星了午后震雨在礼拜五出现 礼拜六的时候呢 还是属于晴朗的天气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最主要可以注意到 整体的天气形态 来说到了星期四以后开始呢 有一点点微弱东北风开始要进来 所以迎封面的花莲以北有点零星的降雨状况 而在其他地方来说都是属于这个晴朗 在台东啊 以南地区来说都是属于天晴 所以呢 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随着西南方的一些水汽会进来 南部地区旅游的朋友 下午要注意山区有雾 有零星的降雨部分在南高平地区 可是呢 整个中部以北来说呢 你要防晒 你要补充水分 中午温度偏高 但是呢 早晚的天气舒适 早出晚归的朋友呢 这骑车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哦 有一点点的凉意 哦对了对了 不过今天的空气品质状况来说 因为风速偏小的关系 仍然空气品质属于一个比较普通 接近不良的状况 过敏体质的朋友 外出可是要这个戴个口罩 那另外呢 就是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 要不然你会鼻子不太舒服 眼睛会痒痒的 嗯 像昨天我就有这样的状况 好 那祝福大家 假期愉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